这种地方的零件如果你今天只是放摄像子而已 那势必会造成不密合 这就是所谓的要到位一点 有可能今天已经很用力了 不要太用力会裂开 都已经很尽量去调整了 结果这个地方还是不会平整 有可能是因为零件轴心歪掉 有可能是零件本身就是歪的 有可能是有东西没有处理干净 比如说一些水口什么的 原因有很多 然后我第一次变的时候忘了把这一根 烟囱的下半部连接的地方翻出来 一个很开心的卡榫点 这边变完它 脚底板其实就是叠叠叠 叠叠叠 美版的这个地方很紧 这只就还好 收起来 备用 这只脚也是 打开 往下来 就把新开 新开 脚掌折起来 备用 再来 整个上开90度 这个地方有个步骤蛮好玩的 也不是好玩的 就是一定要做到位 它这个地方也是有个轴 所以我现在 这里 它是需要推拉的 你会把整个零件往内收了 这个地方也必须到底 它到底之后 其实这边就有个 MVS有没有 这边就有个卡榫 会去卡在这个地方上 这个地方如果没变好 你的车头永远合不起来 就是不会密合 也不知也合不起来 你看从下面看 这个 点到底 然后这里就先把它密合起来吧 像在密合中 脚的时候 其实你要注意 你开始在 变形之前 你那大腿是 什么角度 有时候为了站 帅一点 你的大腿会就是想要 往外拔 如果没有调回来 这个地方也会不好密合 看一下水平 调整一下 OK 来吧 上班生 你来吧 它有几个卡榫定位点 看有没有改过 我看一下 诶 后面那两个 怎么零食找不到 这里 这里 银沉一片 这里有两个图点 这个跟这个 它会卡在上面这里 原本是在这里吗 算了 变美版的时候再来看看好了 所以 在这个部分的零件就是 这个地方要完全进去 形状卡 形状卡 卡榫也会去就定位 压一下 OK OK 然后前面 其实这整块车头最大的卡榫定位点在于 这两个跟这个地方 前后 推回去 很轻松 车灯调整好 所以原本的车灯感觉有点松也没问题 我很在意这个地方 这跟力量有关 我手上这支的缝隙大概就是这样子 然后车车轮这里 这边有个 定位的卡点 这边有个凸起 转上去定位住 不用往内 先不用往内压紧 然后这个地方的定位点就比较多 除了这里有个洞 这里有个凸起 然后这里有个凸起 然后这个下面这边有个洞 然后就这样 美版的NP04这个地方 插去到这边就会稀微白痕 我等下再研究一下这个地方的洞 我看一下 来 NP04这个地方的洞是做 一整圈的 所以你会看到外面其实有点白痕 撑裂 然后LT02的这里 它是做有留一个空隙的 保留一点弹性 来看看效果如何 等一下 这一根又挖出来 这个地方手感也不一样 这边有个卡位点 先插这个 很轻松就插进去了 再去压车头这一块 密合的地方 密合的地方 天哪 好轻松 来看看我们的烟囱 我烟囱下面留很长 下面这个Rode很长 所以它可能是想要务必 我知道了 它这个地方改很大 电通下半部 看得到吗 这里做这个形状 有没有 一个这样子 原厂是只有一个凸出来而已 它这里 基本上这个地方改蛮大的 它这个地方的设计 就是让你去卡住 勾住 务必密合 原厂就是只有一个凸 一个凹 让你去插 而且那个凹 还是只有一半的洞 所以很容易弹开 在变形过程中有点松 漂亮 再来这一边 其实之前我们MPM04的玩家都知道 他们在这个步骤中 各种捏 它种 形状的卡榫 就是比较 有一个力量去拉着 就算你的模具不精准 也没关系了 它就是会有一个力量去 固定住 唉 整个屏 贴贴纸吧 已经有人在讲说 想要把这块换成MPM04的 但是 7颜色不一样 该高纲 然后再来 这个地方先返回去 好轻松啊 变形过程好轻松啊 这边有个凹洞 这边有个凹洞 这边有个凸起 在哪里 这里 有没有一个凸起 这边也可以定位 各种定位 不过这边捏着不要太大力 因为上面是空的 这边是空的 所以不要 不要太用力 直接捏下去 哇 怎么又过三十分钟了 动作太慢了 废话太多了 接下来这里就 顺势下去 去密合这里 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它本身就有个 卡榫 这里 凸起 去卡在这里 卡在这里 上面这里 所以如果模具 模具 精准的话 这个地方应该就不是问题 不好扣 有点紧 什么都严丝和缝 看到没有 然后接下来这里 这个地方也是他们 原本的模具 很难处理的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卡榫要插进去这里 一直很难固定 我会习惯先去处理后面的部分 这个地方 插在这个形状的洞里 这就叫设计 插了 然后前后都固定了 我们再去处理中间这个部分 好轻松 好轻松啊 玩起来一整个开心 怎么办 就是 就是 就是本该如此的东西 其实变形金刚很多地方 应该是一只手就可以搞定 你看到位 什么都严丝和缝 没有所谓的弹开 这个地方蛮诡异的 这就没有办法做任何的 变形或调整嘛 好吧车底就这块蛮难看的 可惜了 还是可以推回去一点 试试看 可以耶 靠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 开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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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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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石和缝 各位观众 捏捏 玩一玩 放下去地面上的时候 因为那个橡胶轮胎的关系 你会觉得好像有点 有弹性 有没有 看一下后面轮 啊 抱歉 看一下轮胎的位置 所以变成人型的时候 应该是这样嘛 不然车子这样轮胎 能看嘛 变成车的时候 拉出来 后轮依然有点 悬空的感觉 这个跟NPM0是差不多 所以你推车的时候后轮 最后那轮是悬空的 但是一样是摩擦的道 只是没有那种强带路感 也许吧 只是没有 也许是我没有变好 不过 没有变好就可以这样子了 等一下 烟囱 烟囱的松动是没有问题的 在人型跟车型都有什么太大问题 我已经讲成这样子了 这次要不要送我 哈哈哈哈 没事 我有花钱买哦 我有订哦 最后这个地方盖起来 我可能有点放浪行嗨了 因为太开心了 玩起来一整个轻松 一整个愉快 来 应该是这样子吧 我记得 一个很 很傻的装法 你写实的东西 用这种装法 这地方就蛮好玩的 这个地方上银漆 这个地方 银漆已经 只有上一半了 已经透明 只是只有上气的地方 你要动擦装 一定会被抹掉 我现在桌面上 已经有一些一种 银粉 表面太紧了 这个地方会让你觉得 MPM的东西 武器是这样设计的 但是有点偷工减料 是这样吗 那这边 敲这么高吗 等一下 我看一下 我刀插反了吗 都没有写 算了 这不是重点 刀子银砍可能是 插反方向的吧 一样高 但那是插队 没差 反正就是 也是这样子吧 往前吗 往前更蠢了 OK 写实器的通信 你搞那武器外挂 真的 你也是变形出来的 好不好 你不要在那边 哦 很棒 真的很棒 变形 轻松 简单 卡榫 该 该薄的地方 该卡好的地方 就是卡好的地方 没有那种 就是那种印挤进去的感觉 轻轻松松 本来想拿NPM名四美版来比对的 先用讲一下 我不想 暂时不想去变它了 这个地方 零件形状是对的 所有的接缝卡榫都很密合 车头 你看你那么接受吧 我觉得已经很算很密了吧 OK 也许这个漆的后博 我也想这个调密合度了 NPM名四美版好一点点 但是我就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我觉得我讲话 音雕整个都变了 然后这个地方 多少人为了这个地方 迷合不起来 毛起来调啊 漂亮 官方本来就应该要有这种水准 今天靠 甚至不是第三方 靠KO厂来帮你修正 加油吧 坚持下去啊各位玩家 可惜啦 这个地方没办法像 原厂做出那种 logo出来 应该的 应该的 NPM LT02 很精彩 很棒 如果预算不吃紧的话 来一次感受一下吧 谢啦 我给大家看 好 让你吃饭了 我们一起吃饭了 要吃饭了 我们一起吃饭了 我们一起吃饭了